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迈克林 欢迎来到康视百科的健身视频系列 今天继续给大家做一个锻炼手臂后面的三头肌的方法 这个方法叫做坐姿的躯屁撑 不需要什么器械 每个人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个椅子的话都可以做 我首先示范一下 这个身体靠椅子先坐着 两个手这样子放 然后屁股离开椅子 这样慢慢的下去 再起来 下去 再起来 可以看到后面手臂三头肌的舒张 在收缩 顶峰的时候再收缩 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 两个手在椅子上的位置尽量可以窄一面 差不多与屁股差不多同距离就可以 第二点 身体尽量的往后 屁股靠着屁股 但是不碰到 第三点 下去的时候可以稍微慢一点 一二三 感觉到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起来 这个就是在家里用一个椅子 怎么锻炼手臂后面的三头肌 椅子的坐姿去屁股 好的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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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